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主使我们不要被撒旦魔鬼所侵犯住 求主在今天使我们得到引导 受主的引导成为胜利的孩子们 奉耶稣的名感谢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讲一下羊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祝愿您更好 祝愿您更好 一定要更好啊 我们一起找一下真言十八章十四节 上帝现在也在为我们做事 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可贵啊 多么的好啊 我们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这时候我们去看一下自己的儿女吧 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的信徒们 不行的信徒们 赶紧看你的儿女 儿女肯定不适奉上帝 这就和你的心一模一样 彼得其实不像十八节 父母好像在很好 父母好像信奉耶稣信得挺好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 你那些属于魔鬼 你和你的儿女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上帝说 看你结的果实是什么 看你的儿女是什么样的 你和你的儿女是一模一样 正是你的罪留给了儿女 你和你的祖上所种下的 全留给儿女 体现在儿女身上了 体现在儿女身上了 比如说我整天在卖身 那儿女也成了卖身的 我整天在说谎 儿女也在说谎 我不爱去教会的时候 儿女也不来教会 这一切如实体现在儿女身上 父母得到了医治 儿女也得到医治 这时候问题就解决了 而大家非不这么做 我们家庭里的问题 我为什么不行呢 你看你的儿女的模样 你做了悔改祷告吧 这时候你就能得到医治了 大家试一下 一定是能行的 看大家的行为 就知道大家的儿女又是什么样的 看父母的行为就知道儿女 看儿女的行为 也知道父母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这棵树接了苟菊 那说明这棵树就是苟菊树 比如说这棵树长满了梨 那这棵树就是梨树 这一切都是很实在地体现出来 儿女在不听话吗 你现在不行吗 父母现在不顺利吗 你得到医治的时候 父母也得到医治 你得到医治的时候 儿女也得到医治 上帝在医治你们 真言实八章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心灵忧伤 谁能承担呢 阿们 我们大家一直都读不好圣经了 我们读圣经之前 我们要做什么呢 要先做悔改祷告 然后再读圣经 你没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你读圣经都读的是颠倒的 读错了 而且上帝的话语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你没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读了圣经 圣经的话语反而会杀害你的 你读了圣经 反而自己走向败坏 所以在假教会的信徒们 好多信徒来到了我们第一教会 做了四季段悔改 我们领悟了 没有基督的讲道 都是假的讲道 是害死我们的讲道 这是上帝的话 也不是我们所编造出来的 那么我们领悟了之后呢 我们回到曾经的假的教会 我们去传福音 告诉他你要这样真实地做悔改祷告 你才能得救 结果他不听你的劝勉 因为他内心的魔鬼不爱听 没有爱人如己 就分明是让他得福的声音 他不爱听 反而会诽谤你 觉得你的四季段悔改是错的 肯定有这样的表现吧 所以大家就领悟啊 那么我们呢 哪怕别人骂我们 我们也讲实话 真心地劝勉 爱人如己 上帝的话也是活着的 在做工 为我们 给我们带来祝福 而我们却排斥着祝福 我们或许给别人带来害处 但是耶稣从来没有 给任何人带来害处 耶稣说 这一切都不属于他自己的 人子连 龙下他头的地方都没有 耶稣为了我们医病 给我们带来吃的 为我们什么都做到了 而我们呢 却辱骂他 杀害了他 这就是都是属于魔鬼的时候 扎拉太师四上二十九节 现在也一样 你都没有爱人如己 你以为你能有信心吗 你能去天国吗 圣经里可没这么记录啊 马太菲六章十四到十五节 你不饶恕别人 你得不到饶恕啊 你怎么能去天国呢 不要再说谎啊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人的心灵 不是动物 是人 人的心灵 能战胜一切的疾病 上帝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人内心是有灵的 这个灵是圣灵 内心的灵服侍圣灵的时候 有圣灵了 就能战胜一切的疾病 而如同畜类一般的人呢 心灵里没有圣灵 无法战胜疾病 就有这两种 没有中间的 你的病没有得到医治吗 那你赶紧领悟 你根本就没有成为人 你内心带着污秽的 内心装满说谎 内心装满了妒忌 内心装满了抱怨 埋怨 整天带着理由 好多信徒 来了我们教会又不来了 肯定是带着好多理由的 你说你有理由的时候 你内心不属于圣灵 都是属魔鬼啊 那么这都是属什么罪 是祖上的罪 爱背叛的人 你的祖上肯定也爱背叛 爱背叛的罪 如是留给了你的儿女身上 和你的身上 如果你和这样的人相处 说明你和他是一样的 是一类人相聚 所以那其实很可怜 你要为他做祷告 向上把一切交推给上帝 你就为这些人做祷告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为他人带导 人的心灵 我们内心心灵服侍圣灵的时候 一定是先做人 内心才有心灵 找回我们的良心 成为人了 这时候内心才能服侍圣灵 这时候你能战胜一切疾病 那你的疾病没有得到医治的话呢 大家知道我们的外表 外皮最终都是要死去的 有些人也有立刻死亡 或者是轻刻败坏的 我们的外表 我们的帐篷是最终都要 最终都要死的 但是呢 哪怕在这世上 你生活一年 与上帝同在 这是幸福的 你在这世上生活 是生活再长 而上帝 上帝引领你 为的是做悔改祷告 那就不叫长寿了 十边八十四边十节 你和上帝同在 好过在这世上生活一千年 你在这世上生活时间再长 不与上帝同在 就是个地狱 大家不要觉得儿女可怜了 你赶紧领悟 是你的罪留给了儿女 当今世纪都在 都在考究这些遗传 但是圣经你早就告诉我们 有遗传了 你种下了刺 你给别人再来害处吗 这一切都留到了你儿女身上 再来它是一张旗席 你种下什么就留下什么 你是什么样的性格 你的儿女是什么性格 这都是从祖上传下来的 我们祖上 我们的家庭家族 祖上传下来的 我现在想做什么 就能看出 我的祖上以前都是做什么的 比如说 我们的祖上是唱歌的 唱歌的家里 初的孩子都是唱歌的 比如说做生意 做买买的家 初的孩子都是 做生意做买买的 因为这都是遗传下来的 偶尔会有一些人 没有继承父母做的事情 但是你网上翻 外祖母家 肯定也做了你曾经做的事情 因这些污秽的罪 我内心 我内心找回良心了 我才能内心服侍圣灵 我们内心要服侍圣三位 圣灵 这时候能医治一切的病痛 那不行的人呢 没有找回圣灵 没有找回圣三位一体 无论是夫妻之间还是儿女 你们要领悟 你们都是一样的 看不行 我们观察一下不行的人 我周围到 我周围都结了什么样的果子呢 不行的人 你的行为就让你不行 使你的儿女也不行 父母却不领悟我 还不领悟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心灵 我们内心的灵 内心服侍圣灵的时候 战胜一切的疾病 而且约三说二节 灵魂兴盛的时候 我们内心服侍了圣灵 凡事就亨通 战胜疾病 最终也让我们去天国 你的病痛没有得到医治 那说明你还是有问题的 这多么的难过呀 这个人得了不治治病 你放心他肯定死不了 这个人该活呀 但是结果他死了 用我们肉眼看到的 和上帝的意念是不同的 上帝 我看这个人挺好的 不行 结果这个人 轻刻败坏 或者立即死亡了 真言二十九章一节 我们看这个人挺不好的 怎么还不死啊 他在上帝面前分明有爱 上帝要拯救他 使他的灵魂 哪怕有无愧的救恩 上帝也要拯救他 直到他悔改他所做的事情 他悔改他的过去 上帝才带走他 为的是拯救他 而这类人往往祖上 犯了很多可赠的坏事 祖上所种下的 都留给了子孙三四代 大家翻看自己家的家谱 大家就知道 我们的祖上 到底都犯了一些 什么样的罪 都做错了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我们今天 在怎么生活呢 心灵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的心灵 谁能医治呢 唯独上帝能医治我们的心灵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上帝帮助我们的心灵啊 真言十八章十四节 我们再读一遍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而心灵忧伤 我圣灵忧伤了 那么谁能承担呢 通过基督使我们活过来 通过耶稣使我们站起来 你成为行为虔诚的人 被拣选 这时候上帝再拉你一把 让你站起来 我们读了圣经 不明白这点的话 都太没有用 都太没有意义了 上帝的话语 这圣经的经文 比如说我们光活过来 我去躺在地上 那整天躺着吃喝拉撒 跟中风病患者一样的话 那就没有用了 所以你要受 所以你的行为要得到改变 虔诚了 你的行为虔诚 被上帝拣选了 这时候你能站起来做事 这时候你才能给身边的 带来益处 所以圣经的话语 要通过四阶段悔改 你才能领悟 你读圣经 你要通过新约 才能领悟这个旧约 这新约就是四阶段悔改基督 就比如说电线杆 两个电线杆 接触圆上 接触到了 这时候才有电通了 上帝的话语也一样 我的心灵忧伤 我内心服侍的圣灵忧伤了 内心的灵忧伤了 没有人拉我一把 唯独上帝把圣灵给到我们 约翰弗音15章26节 唯独上帝给我们圣灵 所以我真切地劝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身边没有人看你 没有人管你 你就随便做事 就比如说没有别人看 我就随便吐痰呀 随便扔垃圾呀 我经常这么做过 但是我这么做的话 我如实就把这些坏事 留给了儿女了 比如说我随地吐痰了 我随便吐痰了 那么我的孩子 我的儿女 比如说他吃的饼干掉地上了 然后他重新把饼干 从地上捡起来吃 结果这饼干上就 有别人 别人吐过的唾液 然后他就吃在自己的嘴里了 所以我们内心清洁的良心 要活过来呀 所以没有人管你 没有人看你的时候 你就随便做事 你的行为为所欲为的话 那是不行的 我领悟了上帝话语之后 真的不敢随便做事 上帝要拉我们一把 谁能拉你一把 你的心灵忧伤了 谁能拉你一把 让你的行为得到改变呢 心灵忧伤了 怎么办 世上的人没能拉你一把 你的心灵得到医治了 你的病痛也得到医治了 上帝给你健康 我们找一下使徒新传 20章21节 谁能使我的心灵 活过来 拉我一把 让我站起来 让我做事呢 唯独上帝 这上帝的允许是多么的可贵啊 无论大家在做什么 我求上帝 上帝啊 我该如何做 才能使我负这如此庞大的允许 能传给我的信徒们 大家不要光求物质上的祝福 首先医治大家的心灵 大家不要光求 什么其他的祝福啊 疾病得到医治了 你的心灵得到医治了 这病也得到医治 物质上的祝福也能得到 以利亚祷告的时候 哪怕有一个手掌般的云彩 结果降雨了 无论是大的事情 还是小的事情 你照着上帝的话语 顺从吧 这时候有奇迹 上帝的话语 你顺从的时候 我父就给你奇迹啊 上帝把一些都预备好了 要给我们 比如说这位知识的缺点是什么 这位知识总在讲 哎呀这件事 这个规定不怎么好 红海分开的时候 没有按照任何的规则规定 没有那样的法度 你整天说不行 那就真不行 你顺从 你如是做了 这时候就能行了 我们整天带着自己的想法和理论 你的想法是基督里边 还是基督外边呀 格伦多后书十章五到六节 我的想法都是属于基督外边呀 整天追求的是伦理道德呀 蜀魔鬼的整天在追求教养礼节 我不是让大家没教养的意思 首先要把上帝的话语放在首位 然后再讲究教养啊 礼节呀 我是责备大家把顺序都颠倒了 首先要把上帝放在首位 大卫是有教养礼节的 但是大卫怎么做到了呢 上帝让他做 他就立刻发疯 立刻变疯 装疯 留唾液 照上帝 就是照着上帝给你指使的 你如是顺从 而大家却不顺从 整天讲究礼节呀 教养啊 我们这一辈子是怎么生活了呢 上帝要给你齐心 你却不做 整天觉得跟你的想法不符合 你也不喊阿门 你不喊阿门说明你在想 上帝的话语 你只要阿门就好了 上帝的话语只有顺从 只有服从 哥伦德侯说一章二十节 上帝说 你阿门的时候 就给你齐心荣耀献给上帝 而你却不做阿门 不喊阿门 上帝的话语 跟你的想法不对的话 你就在研究了 不喊阿门了 所以当然不行了 那这时候你的儿女呢 更恶劣 更不好 加上你的罪 和再加上他自己的罪 他更不好 使徒新书二十 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 证明当向上帝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阿门 我们要面对上帝 我们只要做悔改祷告 只有上帝拯救我们的心灵 也让我们的心灵死去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只做悔改祷告 这就是基督 我们要服侍基督 四季断悔改 我们服侍基督的时候 上帝是喜乐的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 我们的情味让上帝喜乐了 上帝不匹下你一个人 与上帝同在 这世上的一切你都能解决了 我们内心的灵 内心的灵 服侍的灵 是圣灵啊 信心是什么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上帝把耶稣基督 放到我们心里 这时候我们拥有信心 我们再来读一遍 一二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 证明当向上帝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阿门 就是对任何人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在座的各位 所有的信徒 只要听了上帝的话语 来到上帝面前 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上帝 给我们耶稣基督的信心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只做四周段悔改 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上帝 给我们信心的礼物 我们拥有信心的时候 奉着耶稣的名 上帝就给我们圣灵的礼物了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 我们来找一下 所以我们只要做悔改祷告 大家却不做悔改祷告 大家整天想背诵上帝的话语 所以自己在害死自己 所以我看着大家 我就很心疼 真切地劝愿 大家都得福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一二 但我要从父那里 拆宝慧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 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阿们 真理的圣灵 真理在耶稣里 圣灵降临 是上帝派遣这位圣灵 靠着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奉着信心的名 派遣圣灵 那么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只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上帝 赐予我们信心的礼物 我们拥有这信心 在持续地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圣灵的礼物 使我们的心灵活过来 你的心灵活过来 使你的行为虔诚 你就能站起来 你的心灵这样活过来了 这时候你的疾病得到医治 你也能去天国 在这世上 你也能得到祝福 而在这世上 无法 无法让你的心灵活过来 只有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才能使你的心灵活过来 这也是八章十四 整天步行的信徒 非不喊阿门 整天内心带着魔鬼 非要研究上帝的话语 所以你身边坐着的人 不喊阿门的话 你赶紧领悟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顺利呢 呼喊阿门 阿门的人 这个人是得祝福的 而且他 他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甘甜的 我们教会信徒 顺从上帝的话语 呼喊阿门的人 是得到祝福的 而整天带着自己想法的人 是与上帝成为仇敌的 整天带着自己的想法 分明你在辛苦受累中 而且整天 把一个定时炸弹 放在你的孩子身上 不知道这孩子 什么时候就出事 遇到害处 不能这样生活呀 我们可以 关心周围的人 看一下 分明能来到主面前 他却不来主面前 这时候就害死自己的孩子了 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 这类人没过多久 就遇到事情了 遇到害处了 我给大家讲这些 大家就以为 这个事情跟大家没关系 总觉得是别人的事情 别这么想 这一切都是大家的事情 都是我的事情 我讲这些话 都是我朴牧师的见证 我跟大家也做过见证 我以为成更礼拜 非要做了长老之后才肯来 大家去过其他的教会 或者没有基督的假的教会吗 成更礼拜参加的人数很少 多了也才100名而已 我曾经也这样 我以为做了长老才能来成更礼拜 普通的信徒不需要来参加成更礼拜 我当时都不领悟 凌晨的礼拜 这个成更礼拜是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上帝要帮助我们的 结果呢 我以前不参加礼拜吧 我的孩子们也不来参加成更礼拜 那么我现在就要做悔改祷告 因为我种下的 我不能责怪孩子们 看着我的孩子们 我就要领悟啊 在座的各位父母们 这信心是什么 基督是永恒啊 希伯来说13到8节 基督是永恒 希伯来说的悔改是永恒 我们拥有这永恒的心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医治病同 这永恒就是圣灵啊 希伯来说9章14节 圣灵是永恒的 你的疾病得不到医治 总是不好 这说明你内心没有服侍圣灵 你的孩子也背叛了 家人也背叛了 你的内心要服侍圣灵 你的心灵才能战胜疾病 而你内心却没有服侍圣灵 你光闭着眼睛装模作样 来到这里打盹啊 睡觉啊 自己的问题却不祷告 大家认真的听啊 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 法老王的孩子死了 为什么上帝杀害他的孩子呢 法老王更恶毒啊 法老王的恶毒 导致他本人也要即将灭离死亡 但是呢 他的孩子加上自己父亲的恶 再加上他母亲的恶 再加上这孩子自己的罪 就更恶毒了 所以孩子先死 而且孩子死了 他父母就很心疼 无论是妻子先死去 还是丈夫先死去 谁先死去了 就会让身边的人更难过 失去这个人 我们就很心痛很难过吗 你整天依靠着父母 所以你父母去世的时候 你就很难过的痛哭 孩子为什么哭啊 因为总是依靠他的母亲 结果他母亲去世了 他就哭啊 所以你是恶人 你要领悟你是恶人 所以上帝要给你断开 断开这些你曾经依靠的 我认为的是让你只依靠上帝 所以你的 你的妻子先去世了吗 那说明是孩子害了这父母 就是孩子或者是丈夫害了这父母 那儿女先去世了 那是父母先害了这儿女啊 这都是照着圣经的话语啊 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 是法老王害死了自己的长子啊 我们正确地领悟吧 我们看这家人谁先去世 肯定是这家里最可贵的人 最贵重 最重要的人先去世 因为他去世了 身边的人就很痛苦难过 所以我们领悟 这都是我们的事情 只有圣灵拯救我们的心灵 唯独上帝拯救我们的心灵 上帝要把圣灵给到我们心里 使我们的心灵活过来 战胜疾病 心灵受伤了 任何人都无法拉我们一把 学问也没有用 其他宗教也没有用 唯独上帝 使我们的心灵活过来 把圣灵给到我们心里 使我们活过来 再拉我们一把 让我们站起来 所以没有新约 无法解读圣经的 马太飞五章十七节 我们今天拯救自己的心灵 使我的家庭先活过来 不要再杀害自己的儿女了 不要再杀害自己的家庭了 我们带着问题来到了主面前 不需要 不需要问你的问题 就看你是否在上帝面前喊阿门 你是否在顺从上帝的话语 你不喊阿门 你不顺从 那说明你在害死你的父母 或者你在害死你的儿女 我没有爸爸就活不了 我没有妈妈我就活不了 那这时候说明 这孩子就在杀害自己的父亲 这孩子在杀害自己的母亲 因为上帝要给你断开这个恶 给你断开你所依靠的 让你只依靠上帝 我们今天做悔改祷告吧 然后一起都活过来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谁能主救我的心灵 唯独上帝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只做悔改祷告 一定听上帝的话语 得到圣灵吧 我父啊 我们一直以来 没有做悔改祷告 结果听了上帝的话语 也自己害了自己 害了自己的儿孙三思蛋 我们今天 听了您的话语领悟了 感谢主给我们领悟 唯独上帝 拯救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活过来 使我们站起来 拉我们一把 我们内心 我们内心的心灵 服侍圣灵的时候 能战胜一切的疾病 求主使我们 照着上帝的话语 做您的见证人 灵魂兴盛的时候 凡事才能亨通 凡事亨通的人 也能获得健康的祝福 求主使我们 获得圣灵 一定获得这一切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